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來到巴黎一定要去位於第六區的城市藥妝逛逛 還沒到八點半的營業時間我們就到了 沒想到門口已經派了不少人 裡頭有一二樓可以逛眾多商品任君挑選 在巴黎有提供退稅的商店苟物超過175歐就能退稅 真的超好買的再去對面買一張remova 把重重的戰利品推回家 巴黎聖母院 坐落在巴黎中心的西堤島上 建於1163年到1345年正式完工 是非常經典的哥德式教堂 一走進聖母院內部讓人為之震懾 建築中央有一片13世紀遺留下來的玻璃玫瑰划床 還有挑高壯麗的回廊 以及許多珍貴精緻的人像雕塑 在昏暗燈光中講述著聖經中的故事 靜靜欣賞著眼前巴黎800多年最具代表的歷史 教堂內部開放免費參觀 要登頂參觀中樓一個人的門票是10歐 持博物館同行證免費入場 原本要排隊登頂但人太多了 只好下次再來 據說只要踩一下原點就能再次回到巴黎 真的很神奇 我們在2018和2019都有回到巴黎旅行業 約翰23世廣場 位於巴黎聖母院後方 廣場中央有一座新哥德式聖母瑪莉亞 我們坐在這裡休息邊和妹妹視訊 之後從西堤島穿過聖路一橋 就能抵達17世紀貴族豪宅聚集的聖路一島 準備去尋找巴黎必吃的小天使冰淇淋 是一間義大利冰淇淋專賣店 分店遍布歐洲北美及中東等等 使用天然新鮮的食材 還有很多口味可以選擇 玫瑰花瓣的外觀相當細精 吃起來相當濃郁爽口 真的是一場視覺加上味覺的美味饗宴 萬神殿 位於巴黎拉丁區 立面仿造羅馬萬神殿建造 是一座以新古典主義風格為族的教堂 一走進教堂看到83公尺高的圓頂 兩旁是由柯林斯柱組成的柱廊 空曠的大廳兩旁 有巨型壁畫和雕像述說著不同的歷史故事 細膩的筆觸相當栩栩如生 精細的雕像也是如此生動 讓人看到目不轉睛 法國大革命後 這裡改為埋葬法國偉大名人的地方 陸內參觀一個人的門票是8歐 此博物館通行證免費入場 接著我們要去找找網路推薦的平價美食 據說用料實在有平價 吸引不少世界各地的旅人來這裡嘗嘗 有甜的和鹹的口味 奧塞美術館 位於塞納河左岸 原來是建於1900年的火車站 在1986年改建為藝術博物館 主要收藏1848年到1914年間的 繪畫雕塑、家具和攝影 奧塞美術館採用挑高設計 遠處巨大的時鐘就是當時留下來的 兩側還有大大小小的展館 展示著 雷諾瓦、米勒、梵骨、莫、內、羅丹的經典名作 從這裡還可以看到圓圓的聖心堂 五樓有戶外露台 可以欣賞到美麗的巴黎全景 傍晚時分的散彈河畔悠閒又自在 橘紅色的夕陽染紅了河面 真的好美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和開始小鈴鐺喔 parsley 甜湯 黃 黃 鮑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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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